我们看到中共这个政权 它其实已经七摇八晃了 对吧 经济上它在全球范围内 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定位 那么拉动类虚呢 可能性不是很大 中国目前能够看到的这个 所有的拉动 几乎都是政府项目 就是我们讲的铁公鸡 对吧 至于民用房 其实说到底一句话 已经没办法再干 6500万套空置房的问题了 要解决 官员手上 中下城这些 获益阶层 他们手上有 大量的闲置的房产 就原先准备收租的 一个人拥有无数套房 那么 你不管它怎么弄来的 它最起码没有持有成本 房子租不掉空在那 也没多大事 除非冬天 冬天这个 我们知道 中国有财卵期 北方的房子都有财卵期 那么它要付财卵费 所以呢 东北的问题是最严重的 北方的问题是最严重的 他们急于要把手上的房子 抛出去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房价 所谓的暴跌 这种现象 其实在北方比在南方更明确 只是没有受到大家的关注 其实各个城市都开始出现问题 不是没有出现问题 所有我们看到的价格上的波动 甚至向上的拉动 都是房地产 这些行业 在自己营造的桥段 真实的情况是 北方城市的净流入 急剧的减少 而且逐年减少 没有任何一个北方城市 是人口净流入的 包括我们看到西胖 提出的所谓的雄安新区 也没有成功 北方的鬼城一栋接一栋 我们要到乡村去看一下 会看到很多废弃的工业项目 被招商引子来的 龙田被强扔的 GDT确实拉动了 那只是账面 实际上很多项目 已经被终止了 很多工业园区 它从来就没有开动过 这种隐性的 虚假的GDP 在北方 每一个地区都发生了 但是中共中央呢 不知道这些信息 或者说没有人愿意 把坏消息汇报给国王 大家都知道 把这个坏消息汇报给国王 是会被砍头的 那么作为习胖来说 他是目前中共的大佬 从他个人的经历 以及他这个 人生的这种信条来看 他是有绝对的信念 把中国带出 走上一条这个快速发展的 中国特色道路的 他甚至想 在这条中国特色的道路上 留下自己的名号 他非常希望 中国能够以他的意志为带领 走出一条属于他的道路 有这种幻觉 不是惊天一天 他隐忍了一辈子 就是为了实现他的愿望 现在他身边所有的人 几乎都被调换 都调换成什么呢 就他在早年 带领了一帮部下 这些人因为 跟着他时间长了 对他的工作习惯相当的了解 他说了上句 马上人家下面就给他 描绘成一篇文章 是吧 稍微冒出来两句话 就变成一个新思想 那么这把马屁鲸呢 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就是他们的层级太低 习胖虽然说 他这个升官 跨了好几个省 但是他主要是搞党务工作 他没有真正管理过地方经济 那么他学了一些花头 作为宣传来说 是很管用的 但是真正要落实到 具体的城市管理 他提拔上来 这帮人就不行了 这帮人摇鼻赶的 拍马绝对没问题 绝对都是顶级的专家 但是要管理一个国家 他们是做不到的 习胖呢 又眼高于顶 他看不起任何一个 中国的政治势力 在他眼里 你们都是组织派 都是这个权贵资本主义 或者说权力寻租的代表 只有我和我的部下 是干净连接的 对吧 甚至我习近平带过的部下 如果说他有贪污腐败的现象 照抓不误 对不对 去年前年都处罚了一些 他曾经的部下 他甚至认为 他以身作则了 全国的官员都会跟着他走 但情况已经变了 中国不是那种完全靠理想 能够带动的这么一个社会 从邓小平时期开始 中国就已经走到了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 所预判的这种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重新让中国回归到中国历史上的 执政模式上 靠什么呢 靠利益来诱使下级发展经济 发展全国的经济 然后国富明强 对吧 邓小平时期他走的就是这条路 毛泽东时期走的路 跟现在我们看到的结果 其实是不一样 对不对 那么中共建认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 他完全走的是两条路 那习近平想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这条路是什么路呢 借鉴毛泽东的道路 因为他不愿意做毛泽东第二 他要做习近平第一 说到底就是这回事 但是他无法从理论上 圆上 他这条道路的理论 就逻辑自掐的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王沪林可以称为三代帝师了 到现在为止 他也没把逻辑给他圆上 那么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习近平用自己的方式 带动他原先的一帮 这些小喽喽 在全国范围内横着来 横着来有用吗 如果你经济始终是在丧行 是吧 国际社会他容忍 算有你这么一号 缺了你地球就不赚了 对吧 在这种情况下 经济丧行 你在意识形态上折腾折腾 其实对整个中国经济运行 没什么伤害 那现在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对吧 经济上 全世界跟你之间都出现了问题 他的问题不仅仅是说 不跟你做买卖 而是逐步的削弱 你出口创汇的能力 首先来到加工 组装加工 让你能够产生附加值的这些东西 他不给你拦 然后外资的撤离 撤离就意味着中国获得外资的 获得外汇的能力越来越少 人家原来在你的地盘上 去制造产品 做出口 就算计为中国的这个 出口贸易的数额 他毕竟换回来的是真金白银 是美元 是外汇 对吧 通过中国银行 央行的这个结算 他最终 是掌握在中共手上 你有一定的外汇 你才能在国际市场上 指天划地的 去影响干涉的别国经济 进而影响到别国的政客 那么现在呢 现在你自己创汇的人力 越来越少 那么外资 在你这借机生难 让你过个手 经手一把外汇的 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少 随着外资的撤离 你过手的外资都会越来越少 他不完全是你的 现在好 他连过手都不给你过了 你现在能创汇的是什么呢 是中国的 就现在比较靠谱的 就是卖中国的资源 卖中国的一些拳头产品 然后呢 还有一些就是暴力 什么东西才能引起暴力 我们看到最多的 其实是化工实化 重污染 有本 是吧 有方天机 有重金属成机 别人都不敢做 不愿意做 没有办法做 才会放到你这来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中国的经济 是靠这个东西来维持 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经济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 它的重要性正在被削弱 替代国正在形成 早一波转移出息的企业 已经出去十几年了 不是今天才开始 那么这个趋势 他就决定了 中共不可能越来越强了 他正在一步一步的走向衰落 我们今天看到所有的这一切 他不是靠某一个领导人的愿望 就能改变 协近平他唯一能改变的 就是中国内部的政治氛围 他影响不到世界经济的运转 而且从目前可知的情况上来看 他未来能够影响经济的人 会越来越小 这才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 不要老是认为 他说两句话 他让全国的这个官员 中下级这个 可以说官员也好 老百姓也好 依附于这个政权活着的人 都必须听他的 当他没有能力控制经济的时候 其实真正能听他的 又会有几个呢 我们知道中国人都是很现实的 中国人没有大家想象的 卢性那么重 但是中国人有一点 农民式的矫结 南京有一句话叫什么呢 江陵县 县台县 当他看不到实实在在的 这种实惠 是吧 你不能给他带来实惠的时候 他就会渐渐离你而去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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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